原浪油酒店级大厨煮你的食屎之前 我介绍过两家 在元朗讲饮讲食十一饼店篇 我介绍过ABC饼店 十二介绍过老家 这条片要讲的又是一间五星级大酒店大厨煮你的 是一间台湾餐厅 我的频道是喜欢游走不同的角落 尋美食尋美景 我喜欢用摄影记录 之后愿你分享好愉怀 希望成为你有用的资讯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私生活 记得连订阅旁边的小铃铛一起按 就不会错过我最新的影片 你的点赞和朋友分享的影片 和留言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这一间台湾餐厅是木月行 港铁浪平站B2出口 走过去是最近 它的位置在千桥下面的旁边 午餐的用线时间是六十分钟 我们是来吃晚餐 晚餐是五点半开始 通常我们都会做第一个客人 因为我们吃晚饭就习战比较早 而且现在疫情期间 没有太多人就最好 好了 坐下之后就叫饭吃 我们吃台湾菜都不少 以往吃了 阿公牛魔王 当然是红烧牛肉面 而我呢 就很喜欢吃老肉饭 还有的呢 又是我这个鸡虫 吃台湾菜必吃的就是鹽酥鸡 来来去都是叫这三样东西的 最喜欢吃的了 而饮品方面呢 就叫了一个手工气泡茶 和一个招牌水果茶 这一杯气泡茶呢 第一口喝下去就有点像啤酒 但是呢 就没有酒精 其实是茶来的 那我这个茶黄呢 就不是好喝冬东西的 如果要喝冬东西的 我就会选啤酒了 那啤酒起码有酒精 喝了会睡觉 这杯是茶来的 喝了会不会睡觉的 所以呢 我喝了几口就不敢喝了 红烧牛肉面来了 首先呢 这个汤底就没什么问题 都算是不错的 那些面呢 都没什么问题 软眼色中都刚好 但是最重要呢 就是主角呢 就不行了 牛腱太腍了 那似乎呢 就用压力锅来压 就是没口感的 软薄的 要么呢 就是煮了大堆 然后呢 翻煮又翻煮 软到呢 完全 真是 嗯 不好吃了 而要赞的呢 就是那些红萝卜 那些红萝卜呢 很有红萝卜味 像些有机的红萝卜 他应该用了些有泥的红萝卜 很正啊 那些白萝卜都不错 都好吃 那店员呢 就有叫我们 要把豆瓣按下汤那里 浸些汤才好吃的 另外呢 就有一块牛筋 都挺大的 这个软軟度呢 就刚刚好 了 总括的用料呢 就是用一些好的料 但是牛腱呢 就煮得真的太软厚了 不弹牙 那吃下去呢 都不像用雪藏的料 98元碗面啊 我还用雪藏 不是吧 我觉得不是雪藏 是煮得不好 接着呢 那杯巨大的招牌水果茶都离了 但是我们先说一下 银盐烧云老肉饭吧 这个老肉饭 在餐牌上面 就写着安格斯老肉饭 意思就是用安格斯牛肉来做的老肉饭 安格斯牛肉 简单单来说 都分很多个级别 级别的高低 都好与叉都会差很远 那吃碗 几十元的饭呢 那我们就不用管它什么级别了 简单单 就是好不好吃就可以了 面前那只煎蛋就吃了 那给大家看一下下边的牛肉的样子 而用牛肉来做老肉饭呢 我都是第一次试吃 嗯嗯 没有传统那只老肉饭的好吃 好吃的老肉饭呢 就很自然 不觉不觉就吃完一碗都不觉饱的 那这碗牛肉做的老肉饭 我就觉得普普通通了 讲下这杯巨大的水果茶 里面有几粒鲜菠萝 西柚 里粒 和白香果 有一块西柚做装饰 那平鱼我就没什么的 只是讲下里面放了几多冰粒 最后就是盐酥鸡 第一眼看感觉不太妙 又是翻炸 面头放了些炸九层塔 吃就点柚子醋 一口咬下去 吃真一点 我的心情 一吃真是笑不出了 除了翻炸不松化之外 是吃到一股那些 令到它松化发粉的味 baking powder的味 有一股不好的味道 发粉 我意思就是说发粉 炸东西是放这种粉的 照计算 啊 那吃了几样东西 总括来说 如果说这家台湾餐厅 是五星级酒店大厨主理的 我相信大厨就已经没有在这里主理 是交给小厨做 对吗 我猜新开的时候应该是好吃的 因为评语都很不错 鹽酥鸡是小食 一共有五件 一人吃了一件之后 就剩下三件 大家坐在这里 我们一向都不浪费食物 阿公就说拿个盒子拿走 店员就说要2元 我说那2元就不要拿走 不爱了那些鸡 结果店员就没有收我们2元 其实我觉得很不环保 还浪费盒子 拿到回家也是不好吃的 整热它之后撕了皮吃 好 来看一下单 那张单很蒙 我用一支笔加深了点颜色 牛肉面98 老肉饭88 气泡茶36 水果茶42 鹽酥鸡56 一共是320 加1之后是352 2 小 2